嗨的夢露 今天要來做一個挑戰 挑戰什麼 因為最近離開學記不久 那我相信應該蠻多學生都還處在 放假症候群 因為你放暑假放那麼長的時間 可能很多人他會說要中午啊 作息會整個延後變亂 那突然間開學你要恢復到正常的作息 早睡早醒你會覺得很痛苦 尤其在早八的日子 那有哪一些彩妝可以讓你在 早八的日子他可以快速上妝 然後他的妝感又比較不會失手 不會除錯的 所以今天要來做這個挑戰 就是用最少的彩妝來完成完整的全臉妝容 因為我發現最近有一些彩妝新品 他除了妝感自然之外 再來就是他在趕時間的時候 你要快速上妝 他的一些妝效跟上妝過程是比較不會除錯 所以我覺得還蠻適合放在趕時間的時候來試用 所以今天我們就要來做這個挑戰 那我現在就是素責一張臉的狀態 已經做完妝前保養 我們現在就馬上從底妝的部分開始來操作哦 首先底妝要使用的是 ZA的柔光特調清氣墊 底妝要使用就是這個ZA新出的氣墊 最近廣告都在打嘛 那會特別把它抓在今天的產品裡面 主要是因為我覺得他的一些妝效是很自然的 那再來就是他裡面 他其實跟一般氣墊最大的不同在於 他不單單只是那種粉底的顏色 我打開讓我們看 你看他打開來之後他其實是有一個粉底的顏色 然後一個粉紅色和一個白色的愛心有沒有 所以他同時間有一個提亮和校正膚色的 這個類似飾底乳的作用在裡面 然後外層這個膚色就是整個粉底 潤式膚色效果的一個地妝 所以我覺得他這個配置是還蠻適用的 上妝前來看最近的膚況 最近的膚況是這樣 一樣有一些暗沉的問題啦 有一些因為換劑有沒有 這邊有一些小濕疹小脫皮 你看我脖子這邊都是濕疹 就是過敏人的杯葛 最討論換劑 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就是這種小小的泛紅而已 那再來呢我們就來選這個氣墊上妝 我覺得他上妝過程是很快速的 然後呢 就這樣子稍微的按壓一下 他裡面這個白色的愛心 我發現如果你不要已經沾太多的話 那個底妝白白的感覺會有點不太自然 所以通常啦我會建議就是 你白色的地方沾小一點點 這樣這樣稍微有沾到就好 然後就可以開始來上妝 CLA他們家的氣墊 我覺得優點就是他的妝感 通常都是還蠻輕薄的 他們家之前出的那一款氣墊 跟這一款的特性我覺得還蠻像 就他的質感都是那種薄薄的感覺 然後你看這樣 稍微薄薄的拍成之後 你整個膚色就被提亮 他不是過分去遮瑕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 他可以幫你快速的完成底妝 但同時間又不會有那種厚重的感覺 好 通常我會這樣子先大面積的 用三個顏色混合起來 去做整個臉部的膚色原亮 讓整個膚色變得比較均勻一點 像這邊就一些比較明顯的暗沉 還有畫畫的感覺 那這邊整個膚色平均度就會比較明顯 但是如果說你有一些局部 像那種比較暗沉的地方啊 或是這個地方 你要再去做提亮的時候 你可以再用他這個粉撲前面尖尖的地方 沾 白色的這個愛心 像這樣 然後你在局部就要強在你想要提亮的位置 比如說像我下巴兩側的暗沉 他這個白色會讓比較暗的地方 膨起來 他其實也不是用遮瑕蓋住的效果 他是讓他變亮 那這樣變亮之後 暗的地方看起來就不會凹那麼的暗 所以他是那種像反射的那種感覺 再來像眼周這邊也會比較暗沉嘛 也可以利用白色愛心這一塊去做提亮 其實他上妝過程上還蠻快 但是因為我要一邊分享 所以會拉長上妝的時間 好那我們再近看一下他的妝感 你看這個光澤是我最喜歡的 他們家的氣墊就是光澤都很自然 你放日常妝使用也不會覺得這個低妝太油膩的感覺 他會很像你皮膚本身散發出來那種透亮的光澤 那再來呢在一些粉感的部分也是偏低的 他會稍微透出你本身皮膚的紋理 所以他的妝效是很自然的 很像你第二層皮膚那種感覺 但是他整個遮瑕度是偏低的 因為像這種比較過敏型的黑眼圈啦 還有這種比較明顯的泛紅 他的遮瑕效果大概就只有三層而已 兩三層而已 那是因為你在趕時間的時候沒有辦法那麼的催毛糗恥嘛 所以你拉遠距離看 這樣距離看整個膚色原料的效果 我覺得是還ok啦 特別是在趕時間的日子來使用 這樣的妝效已經算是還蠻自然蠻完整的 再來要使用的是NYX的多功能眉彩盤 再來眉彩要使用的是這個多功能眉彩盤 那為什麼特別拿他出來呢 因為有很多眉筆跟眉粉可以選擇嘛 那會拿這盒出來的原因是因為 我覺得他在一些形態跟他的工具上面 搭配都還蠻剛好的 尤其在趕時間的時候 可能很多人會想說 那我用眉筆這樣畫一畫很快啊 可是會忽略掉一點 就是你用眉筆畫完 通常他的形狀都會比較銳利一點 你一定要用眉刷慢慢的去把它邊界 一直暈一直暈 他的形狀才會比較自然一點 不然的話 你一個眉毛那麼銳利那麼濃 但是你的眼妝跟唇彩都很淡 你沒有用其他的彩妝去搭配的話 反而會變成你的眉毛太過的強烈 太過的突兀 所以我覺得在趕時間的時候 眉粉他提供的妝感 反而是比較自然的 那這盤呢 他在一些工具跟他這個質地的搭配上面 我覺得操作都還蠻剛好的 蠻好使用的 所以我們現在呢 就先使用他裡面這個 斜角眉粉刷來上底色 你看這盒我真的很努力在用 他鐵片均勻就跑出來了 那再來呢 就先用這個斜角眉彩刷啊 先用他尖端的部分 這個地方尖端 來沾取這個深灰色 再來呢 我們來做整個眉尾形狀的勾了 像我本身的話是眉毛 眉尾這個地方比較稀疏嘛 所以我會從眉尾下方這個凹槽來做填補 像這樣 先把這個凹洞補起來 這樣就不會下方這個地方 變得凹凹凸凸的感覺 下眉尾補好之後呢 再來就從上眉尾的地方 就把這個形狀抓出來 然後慢慢的往後拉 好這樣子眉尾形狀大概勾勒出來了 有沒有 有沒有 像右邊這邊還是凸的嘛 像左邊的眉尾這邊已經長出來了 所以我覺得這支他的這個眉刷 跟他的眉粉搭配起來的效果 其實有像眉鼻的感覺 他整個勾勒出來 還是可以有很俐落的線條 但是同時間又不會有那種太生硬的邊界感 所以我覺得在趕時間的時候拿來畫眉毛 是還蠻好操作的 再來呢就用這個斜角刷的平面 沾取淺灰色的眉粉 然後來做眉頭的暈染 下手就是這樣輕輕的 把空洞補上去就好了 越靠近前面的地方顏色要越淡 所以下手就是盡量越清 稍微把整個眉頭到眉中的空洞補起來之後 其實這樣子整個眉毛的輪廓就出來了 有沒有 但現在顏色還是有點濃嘛 所以我們換另外一個工具 所以他裡面附的這個螺旋眉霜 快速的把眉毛的顏色給暈開 讓他變淡一點點 但其實畫眉毛的話呢 有一些眉筆 我覺得趕時間的時候用也是蠻適合的 但是重點是要把握 記得要暈染 把邊界暈開來這個原則 這樣子的眉毛它會比較自然一點點 然後我們一樣把右邊的眉毛給完成 好 兩邊眉毛都完成了 因為一般的眉彩盤 他裡面附的刷具都會偏軟一點點 但是NEXT他裡面附的這個斜角眉彩刷 他的刷毛是偏硬的 好處就是你用他這個邊邊角角的地方 他可以很容易的去勾了 你想要這種眉尾稍微比較尖的線條 他去勾這種線條也很好用 那在他利用他這個比較寬的面 整個斜切面去填補眉毛 面積我覺得也是蠻好使用 所以他這支斜角刷這種特性做的還蠻好 不像一般眉粉刷 這種斜角眉粉刷 通常都會比較軟一點點 那比較軟的眉刷 你就比較難去操控那個形狀嘛 所以他就比較不容易勾了出 你想用那種比較俐落的線條 所以這盤我覺得他這個刷具 跟裡面眉粉的這個特性 互補起來的效果 你要操作這種比較俐落的眉型也是可以的 然後你要淹染這種比較自然的眉頭 他裡面附的螺旋刷也是剛好可以使用 所以我覺得他在操作上面 跟他提供的妝感都是很好使用的 在你趕時間的時候 直接用這盒來畫眉毛 也是可以的 接下來要使用的是 是INYSFREE的唇頰霜色調去02 好畫好眉毛之後 再來就是眼影唇彩跟頰彩的部分嘛 這三個步驟我都要使用這個唇頰霜 為什麼 因為他是這種霜狀的質地嘛 所以他在使用部位上面 我覺得比較沒有限制 但是他色調就是這種很漂亮的 煙燻鐵獸玫瑰色 你要當作頰彩當唇彩 甚至是當作眼影的暈染 都是可以的一個顏色 那但是他這個質地很神奇 是你這樣搓 他會稍微有一點點濕濕軟軟的 像這樣子 但是當你把它搓在你的皮膚上面 慢慢的去把它推開 他的質地會變成一個粉霧的質地 很神奇喔 他的質地是會轉化的 所以當你把它推開來 在你的皮膚上面的時候 他就會變成很乾爽的粉霧感 就像你在使用一般的腮紅 或是眼影的那種感覺 那種質地我覺得 他在妝感的搭配性上面 跟他使用部位上面 都是還蠻多元的 你看他拍開來這個顏色 超美的 有沒有 超級美的一個鐵鏽玫瑰色 好 趕時間的時候沒有辦法使用刷具 我們就直接使用指腹來上妝 首先是眼影 這樣輕輕地點一點點就好 然後他輕輕地點在你的上眼皮上面 有沒有看到他的顏色 就是這樣淡淡的 這種淡淡的顏色 也不會覺得太突兀 但我覺得你也可以局部地把它點在你的眼尾這邊一點點就好了 再來是下眼尾 好 像這樣子 這邊已經使用了唇頰霜 那這邊還沒有上妝 你知道 他這種發色度淡淡的就很適合當作眼影的底色來使用 像這樣 再來腮紅 一樣用指腹點上去 這顏色真的很漂亮對不對 不知道台灣有沒有進這一顆 而且他的妝感啊 他搭配在這種有光澤的底妝上面 他還是稍微會有一點那種透透的光澤 他的粉感不會很重 所以他比較不會去影響你底妝本身的光澤 他會跟他自然的融合在一起 好 好 左邊已經完成腮紅了 你看他發色很清透自然有沒有 然後右邊還沒有畫腮紅 他自然歸自然 可是你還是可以看到他的顯色度了 有沒有 那我現在是拍比較淡的狀態 我覺得你搭配一些比較強烈的妝 用他再去做疊拍 讓顏色比較顯色一點點 他呈現出來的顏色也是很漂亮的 這個顏色真的好美哦 好 右邊的腮紅也完成了 這種腮紅霜他這種質地的好處就是 你在趕時間的時候 比較不需要另外搭配刷具 你就用你的雙手萬能 直接沾了拍上去就對了 然後他這種質地會透過你拍的動作 他會更緊密的貼合進去你的底妝 所以他比較不會產生腮紅浮浮的 還是那種粉感 他拍上去的效果 反而是很貼合在你的皮膚上面的 所以妝感也是很服貼漂亮的 嗯 這顏色真的很漂亮耶 再來 唇茶也有美 用同一個顏色哦 你看 好美哦 多疊幾層 他的顏色會更飽和一點 像這樣 好 讓你們看 下唇上過妝了 上唇還沒有上妝 他覆蓋唇色的效果是蠻漂亮的 但是如果你要很近看的話 這麼近 這樣還是有點暗沉 可是在人跟人正常距離看 整個唇色是漂亮的 這個顏色真的很萬用耶 好 唇彩也完成了 他的質地就像你用霧面唇膏一樣的質地 還蠻乾爽的 不會有那種黏稠感 然後整個妝感也是偏那種粉霧四融的效果 好 遠看就是這個樣子 這個顏色真的很美 而且這種唇頰霜的好處就是 你在趕時間的時候 不用另外搭配腮紅跟唇彩的顏色 你直接拿他用你的手 站一下 拍拍拍拍拍的 你的妝需要提升氣色跟紅潤感的 兩大重點就完成了 就不用還在那邊花時間 配腮紅跟唇彩的顏色 所以我覺得這種唇頰霜 在乾時間的時候來使用 真的是很方便的 然後這顆他的顏色真的很優秀耶 這種鐵秀玫瑰色 請問台灣的Linisfree有進這顆了嗎 2號 請選2號 這個顏色真的很漂亮 接著要使用的是 KATE的雙重肌翼眉睫卷俏高透明黑 好 全臉的底妝 用夾彩眼影跟眉毛都完成嘛 但是還少了一點什麼 尤其是在眼睛這個地方 有沒有 就會覺得眼神好像可以再有精神一點 所以最後我們要來使用就是睫毛膏 這支KATE的雙重肌翼眉睫卷俏高透明黑 他名字真的很長 我會把它拿出來分享在今天影片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的妝感跟一般的睫毛膏是不太一樣 一般睫毛膏你刷起來就是會很明顯的感覺到 你今天睫毛有刷東西 要嘛有一點纖維 要嘛就是那個胖胖的感覺 睫毛變粗的感覺變得很明顯 所以就是妝感會比較明顯一點點 那這支他的妝效很特別 因為他的膏體跟一般睫毛膏子不一樣 他是那種液態的膏體 所以你刷上去之後呢 他會讓你的睫毛看起來很像你的原生睫毛 但是又會比你原本的睫毛再更長 再更翹 然後增加微微的份量 可是那種增加份量的感覺又不會讓他覺得你今天睫毛很突兀 尤其在這種淡妝的日子 我覺得睫毛如果太濃的話反而會有點怪怪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你就可以選擇這種妝感很自然的睫毛膏 來強調你的眼睛這邊的眼神 好那我們就先來用他上我們的睫毛膏 先讓你們看我原本的睫毛 這長得比較粗一點點像這個樣子 但如果不夾的話就是會整個垂下來 所以還是要使用那種捲甲效果比較明顯的 有沒有看到那個膏體很神奇喔 他沒有那種纖維也沒有那種膏狀感 他推開也是那種黑黑的水狀有沒有 那種液態感比較明顯的感覺 我們來刷睫毛 從睫毛根部垂直的往上把睫毛膏帶上去就可以了 有沒有看到 睫毛後段這個地方 分量增加了 可是看起來好像還是真的睫毛那種感覺 他不會有太明顯的纖維感 下睫毛也可以使用這隻睫毛膏來做加強 好這樣睫毛就都完成啦 他的妝效真的還蠻自然的 然後拿來畫下睫毛也不會產生結球 還是糾結的情形 他整個液態膏體帶給睫毛的妝效 都是很纖細很自然的 不會產生結球啦 還是那種纖維蟑螂角的感覺 好這樣全臉的妝容就完成啦 剛剛還覺得這邊少了一點什麼有沒有 畫上睫毛膏之後 整個眼睛的分量跟精神就強調出來 所以這四樣彩妝 是我覺得他不管是在妝效的自然度上面 還在操作上面 都是很容易上手 尤其是在你趕時間的時候 你真的沒有時間拿那麼多 平平光光一直往臉上疊的時候 這四樣彩妝就是你隨意的這樣拍 隨意的這樣摔 也不太容易產生失守的情形 所以我覺得在操作上面 都是很容易的 好那以上就是利用最少的彩妝 來完成全臉妝容的小挑戰啦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也提供給最近開學期 還在賴床的朋友們 當作一個參考 那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別忘了喜歡加訂閱喔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